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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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自己工地的门位失踪了 现场还有血迹 事发地所在派出所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而这里的情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还没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也就是没想到这个事情的后果会这么严重 一进入工地 现场的状况就让民警意识到 这绝不是一宗普通的人口失踪案 门口 大面积的那个血 当时不确定这个血到底是人血还是什么动物血 墙上啊 还有周围一些地方那个血迹都有 除了工地的门位是 在通往工地内部的小路上 民警也发现了可疑的血迹 路上面也是有滴落状的那个血迹 这一下我们就感觉到情况比较严重了 昆山市公安局马上派出刑警大队的技术人员 赶赴现场增援 追这个工地进行进一步的勘查 民警首先对现场门位处遗留的大量血迹进行了检测 就是后来我们也是做了这个血性实验 确定这个确实是人血 门位是地面 墙面 平放在窗下的自行车上面都有血迹存留 这些可怖的血迹散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这里曾发生过血腥的一幕 根据这个就是门位是门口这个大量血迹的话 感觉这个人受伤是很严重的 因为那个血迹是从台阶上一直流到台阶下 这个自行车上边的吭箭状血迹是一个是遭受打击的时候形成 再一个就是人倒地的时候 可能有大量血的话倒地的时候会溅上去 从现场血迹的分布状态可以判断 当时发生侵害的程度很严重 这个工地的门位是到底发生过什么 造成了如此血性的现场 而失踪的门位如今人又在哪里 活要见人死要见私 它现场有这么大量的血迹 而人又不见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困惑 而且当时因为找不到人 我们这个案件是没有办法定性 所以当时最困惑的就是人在哪里 这个工地兵工很久 很长时间就只有失踪的门位老中 一个人在这里探挂 工地北南东三面都有围墙阻隔 只有西面一段紧挨小河 河上有座小桥通向一个街心花园 但销上的路被隔板堵死 所以进出工地都是要通过 紧挨着门位式的这个大门 就在几天前工地才开始复工 有几个工人来做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而门位老中就负责早晚给他们开门关门 直到案发这天早上 这二十号的早晨 工友来干活了 打门来施工 然后就敲门敲门不开 后来就工友就跳进去 跳进去之后发现这个门位室门还开着 然后地上还有血迹 他们觉得可疑了 然后就报警了 案发是在门位室门口 按常理推断 很可能是老中遭遇了不测 被袭击时遗留下了这些血迹 而门位老中现在人又在哪里呢 到底是谁会把一个工地的门位 作为袭击目标呢 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建筑工地 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最近这个工地就是停工好久了 就老人一个人在那边看着工地 工地上面因为也没什么太多值钱的东西 都是那种钢筋啊水泥啊 这种东西一般偷的人比较少 民警从门位老中的社会关系入手 一条线索的出现 似乎可以让这个疑问得到解答 原来门位老中的妻子之前结过一次婚 和前夫还有一个儿子 而前段时间 这个儿子觉得母亲再婚后 新成立的家庭条件比较好 就想来逃奔他们 为此还引出了一场纠纷 这个老人的妻子他前夫 之前因为就是儿子可能过来要逃奔啊什么的 到他们老家去吵过 有可能是他前夫 因为这个儿子啊要离自己而去 就是投奔这个老人 所以对这个老人心生怨恨 有可能过来对他进行报复 如果这就是案发的原因 是门位老中和他妻子的前夫发生了争斗 那么现场血迹的来源就有两种可能 有可能是他被打伤或被杀了 也有可能是他把别人打伤 或者是把别人杀了 他跑了 在血迹检验结果出来以前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而找到失踪的门位老中 就是确定案件性质的关键 大门当时据派出所反应是从 从里边用挂锁锁掉的 所以就在分析这个门位能去哪里呢 后来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滴落状血迹去找 让民警感到困惑的是 现场遗留下的滴落血迹不是一路 而是从门位室通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一路通往工地内没有完工的大楼 另一路通往工地上杂草丛生的荒地中 两条线的血迹 当时人没找到之前 这个没法推断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一开始在DNA结果没出来之前 那么有可能会不会嫌疑人也受伤 有过这种考虑 结果出来以后 可以说我们这个侦查工作 又陷入到一个困境里边 检验结果清晰地表明 目前现场发现的血迹 包括这两路通往不同方向的血迹 都属于同一个人 而这个人就是仍处于失踪状态的门位老钟 所有的血迹都是被害人 没有其他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时通过调查 老钟妻子的前夫也被排除掉了作案的嫌疑 侦破工作进行到现在 似乎又绕回了原点 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 荒芜的工地已留下可疑的血迹 离弃失踪的门位到底人在哪里 作案动机难以确定 特殊的作案工具令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施乐团 施乐团 天网暗幕正在播出 只有尽快找到失踪的门位老钟 和可能遗留在现场的相关物证 案件的性质才能真正明确 专案组对案发现场展开了搜索 这些天昆山正值酷暑世界 室外的温度高达三十七八度 现场的环境又很复杂 搜查工作进行的异常艰难 这工地不是再建工地 它是停工工地 已经停了半年 所以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荒废了 因为荒废了 所以导致里面很凌乱 非常凌乱 而且这工地它的面积很大 而且我们也发现 还有部分这种可能流浪的人 在里面生活过的痕迹 所以这个现场 当时我们在这些楼里面搜索 这么多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是被害人的 哪些是其他人的 或者嫌疑人留下来的 所以只能逐步一层一层找 对于现场遗留下来的 可能和案件有关的物品 专案组都非常关注 因为他们知道 任何一个嫌疑人留下的蛛丝马迹 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所以只要有一丝可能 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们每一层都进行搜索 只要有比较新鲜的 比较可疑的东西 我们全部提回去 进行检验 包括这个大陆外边 这个草地里边 包括河道边上一些草丛 这个我们还请了苏州的 这个警犬过来 也在这边也搜过 都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线 搜索之后 失踪的门卫老钟 依然不见踪影 那他到底人在哪里 如果犯罪嫌疑人 已将老钟带离案发现场 必然要有出入的痕迹 这个工地西面锦埃小河 河上有座小桥 碰向一个公园 但桥上的路已被隔板堵死 而工地其他三面都有围墙 平时正常出入 只能通过这个唯一的大门 但案发那天早上 来干活的工人证实 大门是从内部锁上了 然后那天人他们过去之后 发现那个门也是锁住的 从里边锁住的 如果是这样 嫌疑人想要从这个出入口离开 就得从锁住的大门上翻出去 但也只能使他一人离开 而不太可能将生死未明的 门卫老钟一起带走 如果老钟已经被嫌疑人带走 肯定不是通过这里 这个工地一定另有出入的地方 果不其然 民警勘察发现 工地西面连接工地和公园的小桥 虽然被隔板堵住 但在隔板处 有人为侵入的痕迹 嫌疑人会不会是从这里 进出案发工地的呢 脚上面有一块板 它是翘起来的 就是通过这个地方 是可以钻起来的 桥那边的公园 紧挨着一条主干道 平时来往的行人很多 即使是深夜 也常常有车辆经过 所以侦察员推断 嫌疑人将受害人 带离工地的可能性很小 除非他一个人走 那倒可以 但是带这么大一个人 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当时我们通过这个监控了 也分析人应该还在现场 就是还在这个工地里面 民警坚信 从这个现场一定能发现 至关重要的线索 现场有两路都属于失踪门位的血滴 一路通向工地内的大楼 另一路淹没在杂草丛 三层大楼的内部 包括地下室的角落里 都没有发现门位老中 那么追查的重点 就指向了另一路 通向工地杂草丛的血滴 民警发现 这一路血滴延伸的地方 就是那条紧挨着工地西面的小河 血呢是一路滴过来以后 就往这个地方拐 包括这个河边上 这个草上面还有血 其他地方 它这个草是往高地涨 你这个 你进到这个河是进不来的 这个地方这个草 正好有人把它踩倒 除了这个一点 仔细观察后 民警还发现了 河面水草上异样的情况 就是有东西扔在水草上面 就是沉下去那种感觉 就是砸出来一个洞 河面上的水草 有了一个缺口 这条水波不惊 风景优美的小河 难道就是凶手 隐藏自己醉孽的地方吗 我们要组织这个 亏山的水井 还有些苏州的专业的打捞队 在这个河面上继续打捞 7月20日下午和7月21日中午 一具尸体和剩余的残骸 被打捞出水 经过辨认确定 这正是失踪的工地门卫 老钟 诗员确定 案件的侦破 往前迈进了一大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事件的结果 竟然又引发出了新的疑点 从被害人尸体上 遗留下来的伤痕判断 嫌疑人对门卫下手时 使用了多种作案工具 而让民警感到特别疑惑的是 除了上面的钝器锐器 嫌疑人还应该用到了一种 很少见的工具 它必须要有很大的力量 讲南天像菜刀都不行 一定要比这个大 要比它重 如果不是事先有预谋 谁会随身携带这么多 不同种类的特殊作案工具 来到案发现场呢 分析这个作案工具了 首先想到可能还是有这个矛盾的人 首先是这种确实是有仇有院的 准备好这些作案工具 进行去将门卫杀害 种种迹象表明 作案者应该是有备而来 而他如此对被害人痛下杀手 作案手段凶残 手法老辣 如果不是和被害人有着极大的仇怨 又是为了什么呢 当时我们分析能下这么大的杀手 那应该是跟被害人 我们一开始分析呢 应该跟被害人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抛事案嘛 常规来讲一般都是关系人 但是这个关系我们排来排去 就是排不出 他生活很简单 就每天就在工地上 自己在工地的这个宿舍里吃 住 跟外界联系也不很多 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也不赌博 就稍微在一个人在宿舍里 稍微喝喝酒 所以我们当时就排来排去排不出 一个闹事发酵的建筑工地门卫 生活方式简单 社会关系单纯 到底是谁会把它作为作案目标 还如此处心积虑地实施了这场残忍的谋杀呢 凶手看似有备而来 是什么样的仇怨 让他对被害人痛下杀手 作案现场 环境复杂 民警该如何匆匆找到关键的物证 施乐园 片网栏目正在播出 被害人的尸体找到 案件性质已经明确 但是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仍是个疑问 而侦破的工作不会停歇 针对现场的搜查和勘验仍在继续 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 一栋几乎被废弃的尚未完工的建筑 这片荒芜之地 何处能留存下犯罪嫌疑人作恶的证据呢 尽管现场环境庞杂 民警还是在其中发现了可疑的物品 从大楼几百个房间中 一个特别偏僻的角落里 民警发现了一堆灰烬 其中还有一些没有被完全损毁的物品 被害人家属也确认过 里面有部分东西还能依稀能辨认的东西 他们说是他的 是他父亲的 那我觉得那是焚烧的东西 应该就是被害人的东西 漫威老钟已经遇害 那么是谁会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销毁他随身的衣物和用品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凶手本人 就这个地方应该是很明确 就是他杀完人以后 泡完尸体 后来再去处理这些东西 如果是这样 那从门卫处滴落向这里的内陆血滴 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这个血迹呢 因为后来是清楚了 应该是被害人身上的衣服 这些衣物滴下来的血 而在这些物品中 民警还发现了一块手机的电板 从这块电板上 民警也提取到了一点血迹 这块电板是被人从手机里拆除的 而做这个动作的人应该就是嫌疑人 这一点痕迹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留下的 因为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 使用了多种作案工具 在现场逗留过很长时间 也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弄伤过自己 专案组马上对提取的痕迹物证进行数据分析 这条线索的出现 让整个案件的侦破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 民警马上调取此人的相关资料 警方发现 这个在案发工地现场 遗留下血迹的人并没有前科 他的相关信息是在配合当地警方 一次案件的外围调查时留下来的 经过初步调查 这个人和被害的门卫老钟 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 都毫无交集 但正因为如此 他的血迹出现在被害人的物品上 才更加可疑 他的应该嫌疑非常大 如果是有交集的人 那就讲不清楚 就不一定是 因为他跟被害人没有交集 他突然出现 那就应该是有问题 民警循迹追踪 一路追踪到了嫌疑人吴某 在昆山的住所 发现吴某应该是住在工地的附近 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工作 但是案发过后 吴某人就消失了 不见了 案发后突然失踪 吴某的嫌疑更加上升 民警调取公寓的监控录像 发现了众多的疑点 监控录像显示 案发前一天晚上快七点的时候 嫌疑人吴某从暂住的公寓离开 从录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此时吴某是空着手出来的 身上没有背包 而他这一去 一直到案发的二十日凌晨四点多才回来 而此时吴某身上多出来的一样东西 引起了民警特别的注意 出来的时候是空声出来 但回去之后 发现他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包 双肩包 凌晨五点多 换了一身衣服的吴某 又背着这个凌晨返回时 夺出来的巨大背包 带着行李箱 离开了租住的房屋 被害人他没有包 没有这种包 那这个包哪来的 那说明肯定是对象 带回来的 那他从哪里带回来 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包很大 可以放很多东西 由于在案发现场 没有搜寻到作案的工具 警方怀疑 很可能是被嫌疑人 带离了现场 这些作案工具 会不会就藏在 这个巨大的背包内 而嫌疑人 又是从哪里 去到这个背包的呢 因为当时他出门的时候 是没有带包 后来回来的时候有包了 所以我们看了 这个电梯的之前的监控 发现在十来天前 他背个包出去 然后包没有带回来 然后我们当时就分析 他包应该可能是放在 现场周边的哪个地方 调查发现 嫌疑人吴某在7月20日 凌晨5点 搭乘出租车 前往苏州汽车站 随后乘车逃离昆山 返回了湖北丽川老家 7月23日 他应该是做完案 回到在昆山的赞助处时候 带着包是一样的 在搜查的过程中 刷下了一把棒球棍 还有一把折叠刀 在他的赞助地搜查到了 这个死者的两张 大人发的会员卡 这个会员卡是实名登记的 卡上是有这个 被害人这个名字的 这个我们就进一步确定了 这个人绝对 肯定是他做的这个事情 因为不可能 这个立川的人 只有这个死者的一张会员卡 经过检验 从吴某住处搜查到的 棒球棒和刀具 正是本案的作案工具 而在嫌疑人的指认下 民警还从河中打捞出了 他作案时的另一样工具 开山服 嫌疑人吴某顺理落网 这桩命案成功告破 但此时仍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选在民警的心头 因为起初我们确定出这个嫌疑身份之后 我们也进了一些研判 觉得他这个年龄和他的身份 应该和这个门卫 是没有什么厉害关系的 他们两个也不相熟的 也不认识的 我们首先的思想应该熟人作案了 但是他俩又不认识 都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当嫌疑人将整个作案经过 和他的作案动机 向民警和盘拖出的时候 纵使有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们 也感到不可思议 嫌疑人顺理归案 而真正的作案动机 令人难以置信 痴迷于一种爱好 却不想引发出一场罪孽 施乐园 天网反目正在播出 办案的嫌疑人吴某顺理落网 而他交代的作案动机 可以说令人不可思议 没有任何关系 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这是我工作这么多年 没碰到我 多少总共有关系 你们要么为财 要么为财 要么为仇 他什么都不会 两个人没有任何交接 那他为什么 你谁都想不到 他这个工地来干嘛 当嫌疑人吴某交代 为什么要到这个 停工很久的建筑工地里来时 他给出的原因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就是应该就是找一下探险的感觉 因为我就觉得走一走 在那个楼里面看没人挺好的 就一个人的话 就比较舒服一点 到一个废弃的建筑工地去探险 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乐园 这个理由乍一听像是无稽之态 但是随着对嫌疑人吴某调查的深入 警方发现这起案件的发生 原来真是由一场探险引发的 一个人的性格是比较孤僻 比较内向 不大喜欢有人交流 喜欢一个人去玩 他自己讲他军事迷 又喜欢看小说 他特别喜欢那种去冒险探险那种感觉 自己到一个树林里了 公园里了 或者是这种废旧的工地上 他觉得一个人那种很探险 一个人觉得很有刺激和新鲜感 这种感觉 吴某之前曾被一家公司派出在昆山 从事技术工作 几个月前刚辞了职 而这一次他又回到昆山 报了一个驾校 想考驾照 因为一直上班嘛 就特别羡慕那种 可以到各处去旅游的那种 本来是准备考驾的 然后自驾游的 吴某说 他特别喜欢安静的 自由自在的生活 很厌倦和人打交道 而到野外和废墟里探险 就特别符合自己的理想状态 为此 他构置了很多野外探险的用品 包括后来用到的那些作案工具 然后看他喜欢 然后觉得有用就买 买了自然针 还有那个雨衣 然后还吊床 还有那个户外匕首 然后还有那个斧头 棒球棒嘛 是在苏州卖的 棒球棒用他自己的话来讲 因为他一直在野外嘛 他说他喜欢探险 一直到这人少的地方 他说用这些开山符合匕首防身 可能过于 过于的凶险 万一有人要对他进行侵害 那他觉得拿棒球棒 可能安全一点 他是这么解释的 案发前几天 吴某在公园溜达的时候 发现了旁边的这个废弃的工地 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兴奋 马上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探险的乐园 他发现有公园通往工地的小桥 虽然被隔板堵死了 但有个缝隙可以钻过去 于是就时不时来逛一圈 为了省力 他就将自己的登山包藏在了公园里 案发当天 他像前几次一样 从小桥隔板的缝隙里钻进了工地 背个登山包嘛 然后把那什么登山绳啊 指南针啊 望远镜啊 都 还有什么吊床啊 都背着嘛 我就在里面转移嘛 有时候走累了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二楼 靠河边 那个柱子 那里吹风嘛 因为当时可能比较热 然后在那里吹风和风 然后就坐在那里看小说嘛 你一个人感觉心是比较平静的 有万一通后 吴某用望远镜观望 发现了工地大门外 就是热闹的商铺和大排档 于是吴某就想从大门偷偷溜出去 朝进路去吃夜宵 而当他悄悄靠近 拉动大门时 却不想惊动了门卫老钟 门发现了就 问你干什么的 你是不是小偷 我感觉我也解释不清楚了嘛 那个情况是挺鬼鬼出去的 然后就吵起来 吵起来 然后我就想着把他打晕 我就走嘛 吴某声称 最初他只是想用棒球棒 把门卫打晕后就逃跑 并没想害人性命 这个时候外面马路边 有停车的声音 还有人下来关门关出门的声 这个嫌疑人就紧张 他以为被人发现了 他就把他随身带着把折叠刀拿出来了 然后就抵在这个门卫的盒子上 告诉门卫你不要叫了 门卫还是呼叫 然后我就比较着急 然后一激动 就拿到往他脖子上捅了 纵观整个案件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当嫌疑人吴某惊动门卫时 只要解释一下自己出现在工地的原因 这场残局完全可以避免 可吴某却执拗地认为 他当时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自己的行为 无法面对被当成是小偷的这种局面 大半夜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行为 就本身就可能就说明了 你就是个小偷 就是然后我就觉得我解释不清楚 将门卫杀害后 吴某又跑回了工地内的大楼里 他发现自己的手 在用匕首威胁门卫时弄破了 为了想消除罪证 他最终处理了被害人的尸体和随身的物品 带走了所有的作案工具后逃离 作案手段的残忍令人难以相信 事情的起因 竟然就是因为一句再正常不过的询问 这么个动机 就这么个原因 觉得还是不可思议 觉得完全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 完全不可以不发生的事情 但它就发生了 我也没想到有着一个 我也会成为坏人 对不起 受害人家属 还有我父母 可能现在想什么 也没什么用 就 老实人追吧 吴某说 他爱在废墟里探险 除了自己好玩 最主要是因为这里没有人打扰 这个常人眼中的荒芜之地 却是吴某自己心中的乐愿 而他自己就好像是这里的主宰 能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吴某理想中的生活 就是能不受约束 自由自在 而现在 自由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镜中月 水中花一样 永远遥不可及 吴某本来想把废弃的屋地 当成自己的乐愿 体验一把探险的乐趣 没成像 最终这里却成了他的失乐愿 因为对生命的漠视和残忍 吴某把自己置于了真正的险境这种 而这个险境就是他人生的绝境 再无回转的可能